战争发生之后 我们就知道强大的空军实力有多重要了 而决定战机性能的装备 就是战机所使用的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航发所涉及的技术难题实在太多 至今未知全球能够自主研制航发的国家少之又少 我国作为新加入其中的一员 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让国际社会感到惊叹 不过回顾我国研制航空发动机的过程不难发现 想要在该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 少不了要向其他国家进行学习 我国也曾经与很多航发巨头达成合作 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 融会世界先进技术 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不过在此过程中也曾有个 企业说什么都不愿与我们合作 这就是英国航发巨头罗罗公司 疫情发生之后 国内外很多航空公司都遭遇巨大难题 罗罗公司也不例外 在其遇到难题之后 我国企业伸出援手 表示愿意进行合作 但是这个公司却说什么 都不想和中国合作 甚至还公开表示绝不想 我国转让相关技术 但是最后 罗罗公司的经营越发困难 只能通过裁员和 出售子公司的方法勉强维持 这样的下场确实令人舒适 要知道 罗罗公司是英国的老牌航发巨头 航空发动机领域 有着深厚的技术基础 不过在疫情期间依然难逃一劫 遭遇重大发展危机 光是2020年上半年 就亏损了50多亿英镑 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甚至直接威胁到 乱改公司的生死存亡 无奈之下 罗罗公司为了 维持企业生存 只好着手出售部分子公司 并且在全球开始大裁员 近9000个工作岗位被裁撤 如今新冠疫情还未结束 罗罗公司的财政危机 依然没有解除 在情况如此紧急的时刻 我们伸出元首希望与 罗罗公司展开合作 但是该公司却直接 拒绝了这个双赢的提议 分析人士认为 罗罗公司之所以会选择拒绝 背后的原因来自很多方面 并且不能排除有 外部力量干预的可能 可能是身不由己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无论经济 还是科技领域都在 以极快的速度发展 国内的航空市场 出现很大的发展机会 很多国家的航空公司 都想在中国市场上 分一杯羹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 夏洛洛公司的选择 就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有专家直言 在全球航发巨头 争抢市场的关键时刻 罗洛公司只有认清现实 积极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才能确保自己稳定发展下去 法国订单又被截胡了 刚从俄罗斯手中抢单 盟友就出手拦截 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国家的安全 如果综合实力强大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提升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自己的国家发生 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因此 为了降低 自己在国际上的威胁 许多国家对于自己的 武器装备都非常上心 尤其是在航母 导弹 战机等的研发 在现代化战争当中 空军是其中的主力之一 因此战机业就矮偿的重要 但是战机的研制 并不是以蹴而就 而是需要一个国家的 核心实力以及经济支撑 但是纵观全球 拥有一套完整工业体系的 国家还是比较少的 许多国家都只能从别国 购买战机来补充自己的国防实力 印度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 印度虽然也是经济发展大国 但是整体的工业基础薄弱 没有完整的军工体系 大部分需要从 美俄等国家进行购买 其中就包括战机 尽管如此 印度国内也时常 会因为战机坠毁而上热搜 但是印度对自己的实力 依然非常自信 印度早在之前就已经和 法国达成了购买协议 从法国引进阵风战机 印度对这批订单也非常满意 不断向外界吹捧 一度觉得自己的空军实力 已经达到了高水平 除了印度之外 印尼也对法国的 阵风战机颇有兴趣 直接向法国订购了42架战机 但就在法国感到非常开心时 美国却对印尼宣布将会 出售自己更加先进的战机 由于印尼对法国战机的 首批采购为6架 这无疑就让美国钻了一个空子 法国感觉自己被坑了 事实上 印尼原先是 不打算采购法国战机的 但是由于西方不断施压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也从某种角度上理解为 是法国从俄罗斯手中 抢走了订单 但是却又被美国半路拦截 美国甚至还对印尼承诺 这些战机当中的设备 都非常先进 包括有全球定位系统 即在雷达等装置 而美国来这么一出 也不得不让印尼考虑 是否要继续从法国引进战机 而专家认为 综合考虑 对战机之后的保养以及维护 美国的F-5ID战机似乎更适合 而印尼在过去的发展当中 也使用过大部分的美国战机 如果采购美国的战机 后期的飞行员也不用训练 因此根据外界猜测 印尼采购美国战机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相比较印度与印尼 我国的工业实力就非常突出 外国很多的东西都是直接从我国进口 如今 中国又一大国重器横空出世 法国连夜下单抢购 在货量达22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却远远小于铜体及其他货轮 近期中国又一大国重器横空出世 满足传东运输需求的同时 也契合了更加环保的发展方向 因此已经问世就引来法国连夜下单抢购 这艘一口气能拉22万吨货 引来法国上门抢购的究竟是什么船 这就是中国打造的达菲亚克萨德号 一艘既能够使用柴油 也能够使用液化天然气 作为燃料的船舶 这艘巨型货轮的各项尺寸都堪称世界第一 自重达到数万吨 最大集装箱运载量能达到两万三千个 相当于22万吨的货物 基本和两艘福特级航空母舰的重量相当 并且其甲板面积也非常庞大 最为重要的是这艘庞然大物 不仅能够运输大量的货物 还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清洁动力轮船 其环保水平甚至能够达到 法国对于环保的严苛标准 该船的环保性能远超 其他同体型的柴油船只 因为液化天然气本身 是一种非常优良的燃料 燃烧时的产物只有 二氧化碳河水与之相比 柴油燃烧之后除了二氧化碳 和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之外 还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 对环境的污染非常之大 并且液化天然气燃烧之后产生的 二氧化碳量也要远远小于柴油 再加上该船配备了新进的 数字化发动机控制系统 能够将传播发动机的 效率控制在最高水平 让天然气燃烧达到最充分的水平 这时排除的二氧化碳 数量将只有普通传播的60% 除了环保性能之外 该船还配备了大量的 先进数字化控制系统 使得传播具备极高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船上的绝大部分设备 都可以通过智能化设备来控制 因此操作变得极其简单 所需的船员数量也大大减少 这对于船东来说毫无疑问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同样大小的船上 只要能够多减少一个船员 那么就能够省下这个船员 所需要的保险和工资等开销 进而提升船部的盈利 除此之外 该船的智能化设备 还能够精确地照顾船上 运载的一些特殊货物 例如舰在电脑可以直接进入 冷藏集装箱的控制过程当中 使得其中的货物始终 处于最佳的保存温度 或者是为货箱提供充足的通风 让一些货物不至于发生腐败 甚至当船上意外起火时 舰在计算机也能够以 最高的效率进行灭火 极限情况下 甚至可以将海水 直接引入货舱当中 通过将起火的货物进没于 水中的方式来灭火 最小化船舶和其他货物 受到的损失 简而言之 中国能够在船舶建造方面 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身就说明了 中国具有强大的工业能力 和船舶制造能力 但目前韩国和日本仍然是 中国造船业的强大竞争对手 因此国内企业还需要 继续提升自己的造船实力 才能牢牢掌控这一市场 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TOLA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